大家好,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我是李國慶 反彈成交縮,不跌死都悶死 在未講今天的題目之前 請大家看看恆生指數是哪一位 全日恆子反彈了254點 收報23868點 成交只剩704億 昨天港股下跌1029點 今日反彈254點 反彈的幅度大概跌幅四分之一 昨天的成交有1096億 今日704億 大概七成都不夠 當它七成 其實六成多的成交 只是反彈跌幅的四分之一左右 今天是一個弱勢反彈 大家顯而易見 好了,縱使如此也好 都叫得彈一下 都叫給人好像有些跌不下 即是有少少希望 等明天A股復市 看看有沒有刺激 看看美股,美股好像沒什麼事 每次跌下來之後會有這些現象 今天其實是一個代變的形態 在等觀望 看看會不會再進一步轉差 還是有機會沒那麼差 判斷這些市況很簡單 大家看看恆生指數這幅走勢 剛剛跌穿了這個上升軌 有一個大裂口 你說等補了裂口 都差不多上去頂了 太遲了 大概就是這條上升軌 原本的上升軌跌破了 如果能夠爬上去這條上升軌之上 大概是24,200區 也差不多是昨天 整體的整個跌浪的一半幅度 這裏最高放假之前 長假之前 星期三24855 5月4日低位 即昨天低位是23585 大概跌了1,270點 如果算到很盡 大概是上升軌至24220 即是220 24220 算了 那20點 你上升軌至242 基本上如果能夠站上去 這樣才算是回穩一點 即是有機會 否則現在 仍然是偏淡的 今天其實 如果連24,000都碰不到 就真的比較弱一點的反彈 成交又縮 成交縮到這樣 所以 五窮六絕 五窮六月的開手 一開始就跌了 然後成交又縮 所以不跌死也悶死 但是最近 如果你說悶死 只有悶字也不用那麼害怕 最怕的是 它真的再跌下去 失手23483點 即是4月22日的低位 如果是的話 中線也有機會轉淡 昨天也提及過這一點 現在基本上的形勢 從昨天其實沒有太大改變 即是現在市場最關注的 第一 中美關係 其實 雖然有些分析說 美國的官員說 特朗普是沒有那麼淡的 好像沒有陰這些甲派 或者富德洛這些甲派 沒有那麼淡的 特朗普 只是說大了 我想問 究竟誰是正確的 究竟是特朗普正確的 還是下面那些正確的 下面那些說作準 還是特朗普說作準 我想應該都是聽特朗普說的 何況以前一向都是這樣的 特朗普跟下面那些未必是一致的 不過最後都是特朗普 所以這個態度 你也要看特朗普 特朗普下面那些官員跟他那些說 當然是不同 特朗普最主要的目的是要他連任 他會看著選情去決定 究竟怎樣打這張中國牌 下面那些就覺得 總統都發瘋了 沒有理由這樣 簽了貿易協議 沒有理由不要 但是特朗普如果選情不好的話 那就推翻不要 不要他可能拿到更大的政治利益 所以這個就是要看特朗普怎樣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 市場仍是關心的 就是經濟問題 究竟第二季或者現在4、5、6月 是不是經濟好像預期一樣 可以復工、復產 可以好很多呢 還是其實大家想得太樂觀了 譬如美國現在開始有些說 州是可以放寬一點 香港今天好像放寬一點 今天香港有些股份都彈了 等人再說 那這些樂觀的情緒 是不是可以延續呢 就是那個疫症 好像香港那樣 就是本地個案 超過14天 沒有了 有都是輸入而已 那好像樂觀一點 那美國的情況 是不是真的可以延續下去呢 就算美國的情況是可以好 是不是大家全球的貿易 或者經濟是這麼快的復甦到呢 還有一件事 這個星期五 美國會公佈的失業率 應該很嚇人的 大家猜可能15到17個巴仙 你拿中位數大概16個巴仙 失業率一下子 今年年初的時候 其實都是差不多接近歷史低位 3點多的那些 現在突然間 去到15到17個巴仙 真是很嚇人 那麼突然間轉差 究竟是不是一個短暫現象 復工復產之後 是不是失業率會降落很多 還是一直都差呢 這些都還是要擔心 好了 所以第一個問題 其實不單止美國的 內地的經濟都是要觀望 第一個問題就是中美貿易的問題 第二個就是經濟上高問題 經濟影響了企業盈利 所以股市基本上 現在都要在這裏反映這兩件事 當然美股做得好一點 就是因為它不斷放水 不斷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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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斷放上去 如果經濟真的不行的話 你放很多錢出來 沒有錯 股市可以升上去 但投資者都不是傻的 你不只是一尾就滾上去 高位都會獲利回吐 都會沽 所以都是會有壓力的 是吧 何況還有一件事 聯儲局是否真的無限量去買東西 話就是這樣說 當經濟 譬如說股市彈回那麼高的時候 你沒有金融危機在的時候 它還怎會無限量 其實事實上這幾個星期 它開始逐步都減少買債 因為那個風險開始 就沒有那麼嚴重的時候 它就減少了 好了 看看股市 恆子看著這條線 國企指數方面 都是類似的 要上回9,800區 就是這條上升軌之上 才叫真正反彈得好一點 好一點 否則現在還是一個觀望 代變的狀態 那些反彈就成交縮 看著95、16 如果跌穿 就中線都轉淡 今日 恆子入面 肯定重磅股 騰訊就已經幾一攻 升1.5% 不過這樣 上高這些482 這些位真的要升一穿 才為之好 否則一頂、兩頂、三次 如果計算這一次 可能四次就算了 頭過這一次 起碼這一次、兩次、三次 三次到頂不破的話 你真的要小心 升得破就叫做安樂 不過我自己覺得 我會比較保守一點看 因為你現在上升不破 還有大師形勢麻麻 還有就是 你看看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在下跌 在下跌 當然了 因為怕孫正義減辭 所以他比較跌跌 但他反而下跌了之後 就是便宜一點 是吧 因為怕減遲 短期不好 後跌時低的話 這隻就能吸掃 等低一點 今天ATM入面 最聰明的是美團 美團升城近3.6% 收了104.3% 有點像突頭 因為也是 內地復工復產之後 對美團的需求又大一點 他也是懂得玩的 就是以前的共享單車不行之後 現在就說訂一百萬部 就是那些電的單車 一百萬部 這個概念 你想想別人是吃大茶飯的 只是這個概念 如果讓他搞定 起碼市值都可以叫高一千億 一百萬部 所以別人是燒錢去玩 玩是甚麼 玩市值 玩股價 玩資產 這些是財技 那一檔鏡鏡何時才能賺到錢 有很長時間 不過說了一個概念 如果讓他燒錢 燒得好的話 股價便水漲船高 所以美團 他傳統那些 例如宋餐 那些 我覺得看好的 大家上去內地都看得到 周圍都是 但是他共享單車失敗 現在說電動單車 這個概念 我就當作官網 不是每樣東西都可以 要看的 好 這隻短期有點像爆 在ATM裡面 這隻就有機會可能再衝高一點 但是由於市況 我就覺得 上來一百元之上 都不急 都不會理他 除非他再等下去才想 好了 今天本地一些股份 因為有限 吃飯 本來是四個人 現在可以放寬 大家下就受惠 大家下 今天升上6.6% 走勢不錯 最近的事實上 整個成交都很旺 你看看 整個成交都很旺 他連續每天都羊竹 就算昨天跌下去 都是一隻羊竹仔 今天打一下衝上 因為疫情的問題 好起來 對他有點膩 長期跌浪 那條下降軌 今天好像有點升穿 如果能夠兩三日 站在其上 確認到聲勢 應該估計有些反彈 對上一次的反彈高位 大概20元左右 現在16元多 有機會上得回去 因為始終這些本地民生股 差極有個泡 不過這樣 這些低位可以撈一下玩一下 但是你說現在 重新好看好它 又不是這樣 都不知道可以 經濟有多久 不過以前的說法就是 經濟越差 大家下越好 因為那些人吃不到貴的東西 吃一些便宜的東西 看看這次是否這樣 所以今天16元多 後來16元 哪裏呢 可以入少少 看著20元左右 今天另外 內地就說 去富泉 汽車那些 此億島 車股今天有些彈 吉利就升4.7% 但是這隻股 你看得到 12個嶺 今天收12.08 12個嶺 這些是主要阻力位 既然今天 如果你是今天才來看的話 那就再坐一會等等 如果它上得到12元頭上 站穩這些位 即是這些阻力位穿完之後 才再入都未遲 否則的話 現在很尷尬 你今天來追 可能阻力 它又要 就算不跌 都要有段落 是吧 你等它升了上去 即是確認了 是真的突破了 這個才來追 因為這些說 去富泉 都不是一些 非常之重大的 利好消息的 今年內地那個 都是只有保置 除非阿爺出一些政策 譬如買車有優惠 很大的優惠 那就有利 否則的話 今年內地經濟 應該都一般 其實很多 車 如果沒有補貼 就應該銷量 都會受到影響 好了 今天 恆子成分股裡面 升幅最大的 是創科 升上8.9% 有些突破 升上60元 這些股 反而這些 不升不升 其實昨天和今天成交都大 今天的成交比昨天更大 但今天再上 所以這個走勢是好的 值得留意的 這些股有機會 上回去 前浪頂 因為它在中間 已經有些反彈 走勢比較好 少住 這些 因為市況都不是那麼好 如果你說 不玩住 等市況明朗些 這個想法都是英明的 這個想法 不一定要拼搏 這些市況 總結而言 對於大市 我覺得 恆新指數來看 除非上回來 24,200 樓上站穩 即是 原本的上升軌 現在失去了 除非站上去 否則的話 我仍然是有點戒心 如果它跌穿 23,483點 國企指數大概 就是9,500點左右 如果真的兩個指數 這些跌穿了 就是叫中線轉淡 就是要小心 好了 今天分析到此 多謝大家收看